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明镜历史台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继续请教 或者是追究我们的李金盟先生 请教是因为他是一位天才 所以很多的话题我并不懂 那么需要不断地在节目中要请教他 那么追究的意思是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要追究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怎么形成的 上一次我们展示了一份这个证据 某的将日报登出来这么一个报道 那么你当时候怎么上了这个报纸 是不是你第一次上报纸 第一次上报纸 这个呢前面介绍了我的家世 说到了我呢是地腹反坏右 黑五类里边占了两个 按照林口县的一位县委的女士说法 我是属于双料博 但是呢这是我爸爸呢也知道这个局面 所以我爸爸就跟我说呢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这个要借一下 小学毕业之前我们家已经搬家了 已经不是在那个农村了 而是搬到了另外一个农村 牡丹江市地区牡丹江地区下边一个叫林口县 林口县下边有 哪个怎么写林口 林口呢树林的林 森林的林 口是就是嘴 林口 有这么一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是不是日本人去的 就不不不不不 这个就很早了 很早很早的名字 因为很奇怪 在台湾也有一个地方叫林口 是吧 这就是林口县 林口县下边呢 它有一个林场 叫楚山林场 楚山呢 楚山这两个字呢 楚是清楚的楚 山就是山水的山 这个林场有一个叫林场子弟 子弟学校 我父母呢 就全都掉到那儿去教务里 这个学校呢 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小学中学全都覆盖了 在我小学毕业了以后呢 那应该是76年 小学毕业以后呢 我爸就跟我说呢 说你这样的身份 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说那上大学哪怕是下雨 都砸不到你的头上 但是呢 我又不希望你进入社会没有知识 所以呢 我们有个计划 什么计划呢 就是我在初中毕业之前 把中学高中以内的数理化课程全部学完 高中呢 在利用高中那两年呢 我爸教我大学的基础课 然后我毕业以后呢 中学毕业以后 再去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这就是我们当时76年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爸给定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自学计划 嗯嗯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这个自学呢 是从76年开始 嗯 这个76年开始 自学 是一种什么概念 我现在跟你查不一下 我花了一秒时间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笔记啊 就是你讲什么东西 我偶尔查了一下 领口县的名字的来历 嗯 我刚才不是讲吗 我一问到领口 我现在说名字在哪里来的 你就含含其词 哎 抱歉 我还真把他找出来 台湾还有一个领口县 我当时就说 你不是马州国不也是跟日本在一起吗 对不对 那么台湾也是跟日本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这两个中间有没有是 比而连续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领口 虽然他有一个历史悠久 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 但是取领口这个名字 是日本 是日本 怎么样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只知道一个 坐山 那个 这个领海血缘里 那个坐山雕 就在领口县一带 OK 这个你还知道 OK 这个不错 因为那个说 据说是写在领口县的县制里边 为了给这个杨静宇报仇 因为坐山雕原来属于杨静宇的人 对 他们为了给这个杨静宇 死了以后 为了给杨静宇报仇 这个坐山雕带领全部军队 被袭击这个领口县 因为那领口县住了很多日军的 嗯 这是啊 挺入名的一件事情 他们说的这个 当地老人说 OK 先把这个故事讲完 再讲你的故事 我有兴趣来 我杨静宇的实在就是我们领口的人 对啊 你讲一讲 你所记忆中间了解到的 坐山雕和我们 后来细致化的 我们所了解的这种坐山雕 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再继续讲一讲 讲的细节点 怎么说呢 杨静宇去东北 他这个在哈尔滨暴露了以后 去东北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匪王 嗯 东北人是什么情况 像这个 东北大家都知道 他不确定 他不像南方 不像南方 农民不确定 所以都是都混的 可以 人不是当土匪呢 都是犯事的 比方说我们老家 有一个人上山当了土匪 是为什么当的呢 是因为他爸爸 和日本当地的日本兵摔跤 结果出了个事故 把他爸爸的胳膊给捕捉 结果他爸爸去世了以后 这个小伙子就发誓 说我你看着那个战岗的那小子呢 小子明天我就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结果他就真的把那个日本的战岗的兵给杀了 扛着日本的枪 他就杀了 所以很多土匪实际上跟日军有仇 所以为什么要日军扫匪就在这 因为这些土匪基本都跟日本的战岗 然后呢后来他们的基本全都并入了这个杨靖宇的这个东北抗连里边 所以他们这个土匪性质呢 抢老百姓肯定是有的 因为他不生产 他总体要养他的军队 所以抢老百姓呢 但是基本抢都是富户 土匪也有土匪的规则 不是说穷人什么人乱抢 他等于像纳粹一样 你必须富户 比较教着穷人不抢 所以那个电影里边说什么到处抓鸡啊 什么这种东西是不存在 土匪呢对老百姓呢没有太大的祸 但是对这些富人 大户人家富人 他们确实是个威胁 那你现在就是按照你的这个解释 了解就是说话 所谓东北邻军实际上就是跟土匪引并过来的 简单来说是不是这样 对 他们就是土匪 土匪都演变过来的 通过这个杨靖宇这个人呢 据说 他很讲义气 所以他就是单枪匹马 居然能把一帮土匪头子都给说服了 说这个人的话还是有相当 因为土匪头子属于天不怕地不怕这种主 说你能把土匪头子说服的话 那你这口才呀和这个义气方面 那还是要有点本事 所以杨靖宇呢既然没带一枪一炮 没带一枪一炮那些土匪都服他 那说明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当时候你们领口啊 或者是东北出现了很多这种抗日的故事吗 那应该是成为你小时候的中学时候 大家所学习和了解的一些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和现实中间 你有怎么是了解到朱山雕的故事的呢 朱山雕的故事只是偶尔的一次一个县委的 我出名了以后一个县委的一个人随便给我聊到的 我倒没去做官就是去了解这些事 毕竟这些事呢以前的一些老人也不太说 嗯 因为这个毕竟有一些敏感性 政治敏感性 大家也不太愿意愿意说这些 说土匪的好话 或者说日军的好话 朱山雕一般不太说 只是熟人之间呢 有时候偶尔说点 OK 那你重新说一下你的那个那个 反正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击毁这个事情了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他是怎么讲的 这个故事 哪个故事说 朱山雕的故事 朱山雕的故事我就是知道很少 就知道一个他袭击过的一个领口线 他率军率领他那一个大队 袭击过的领口线的一些日军 就觉得这么点事 其他的 OK 那你们你在那么一个 这个抗日联军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小时候没有受这些革命故事的影响 没有 没有 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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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马上有法面化了 不允许说了 OK OK 好 那即使讲你的父亲给你的这么一个 一个帮助 一个要求 我这就说到了 我问了我们搬到了这个 他就跟他 他因为他 我爸那时候后来又调到了这个 从林场中学 又调到了这个领口线的进修学校 进修学校呢 是教老师的地方 嗯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调走 是因为他的水平比较高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在领口线教物理 可能我爸算是绝对第一号 嗯 所以调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进修学校以后 他就认识了很多的这个老师 因为教这个物理老师 嗯 所以呢 他就把我弄到那个领口线的第三同学 在这个 嗯 我这上大学之前呢 是在领口线第三同学 然后他就告诉这些老师呢 说呢 你们不要干预建盲 在课堂上的行为 说他估计不听你们讲课 他会自己在课堂上 自己看一些其他的书 嗯 因为你们讲的 讲的课程 他早已经都读过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那一些数学老师啊 物理老师啊 都都对我比较照顾 我在这个 课堂上看其他的书 他们不干预 嗯 那你看什么书啊 我看一些物理书和数学书 物理数学化学 这些 我那时候念初中的那时候 我已经开始看高中的这个 高中的课程了 嗯 初中的课程 我在小学毕业的一个暑假 基本就读完了 嗯 那你跟你的同学之间 插着这么大的话 你怎么跟他们相处 我跟他们在玩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特点 我玩的时候就傻玩啊 玩同 那个 那个年龄 属于那个年龄的这个 这个事情 但读书的时候 我就是另一个事 嗯 所以我小时候呢 小时候的同学呢 都很吃惊 说我上了上了班 没见到你那么 学习那么好 居然把高中课程都学完了 怎么突然一下 你就要考大学了 他们都不知道 嗯 嗯 OK 你继续讲 然后呢 这就是一 到了七七年 我上了初二 到了七七年的四月份 我爸爸突然就跟我大爷 我大伯他的他的哥哥 跟我大伯两个人商量 商量什么呢 我爸就说 今年一定要高考 他在七七年四月份就断言 七七年一定要高考 而七七年 七七年 七七年的四月份 哦 就是七七年的高考 是十月份才官方宣布的 嗯 他四月份就已经知道了 嗯 后来问的 我问我爸说 你是怎么知道 他也有点记不清 他说好像是看到 一个参考消息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段小新闻里边 他猜到 这个意思是要高考 嗯 所以他四月份呢 你大伯是什么人呢 我大伯呢 是我大伯是我爸说的一半 比我大伯大两岁 他呢是铁路工人 原来铁路司机 嗯 这个我大伯呢 因为去过朝鲜战场 在朝鲜战场的时候 开火车的时候 从火车 那个后备箱掉下来 把腰摔断了 所以成了 就带有那种 就是 富商的这个军属商的这个军属 这个带 带 我爸爸那么家 我爸爸是几个呢 算 三个兄弟 我大伯是老大伯 我爸是老二 我下边还有一个三叔 因为在我爸爸上学的时候呢 家里比较穷了 比较穷了 你在旁边有一点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我们导播听得了吗 好像 回音 OK 抱歉你讲 然后呢 我大伯作为家里的长子呢 14岁 14岁上了铁路 所以他一直没念书 按照我爸爸的说法 说他们兄弟三个里边最聪明的是我大爷 是我大伯 但是因为家里负担呢 他就说只好放弃了 他就去上铁路 所以就说起来 说考大学 然后他就跟我大伯商量 商量什么呢 是我大伯的二女儿 刚刚中学毕业 这我叫唐姐的 他刚刚中学毕业 因为篮球打得好 他是篮球前锋 篮球打得好呢 被牡南江市的篮球队给招去了 并且有希望进入黑伦江省省队 哇 这么厉害 他篮球打得相当好 所以呢 牡南江 你想我们在林口县的县城里边 被招到牡南江市不用下乡 那你是 这是等于是登天一样 在那个年代 你想想 本来中学毕业了要下乡的 他不用下乡了 他跑到牡南江市 照相馆里面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在那打球 所以呢 这是很好的一个待遇 但是我爸就 就要求我大 要求我大伯呢 把我这个唐姐调回来 这说这个 调回来干什么呢 就说 我爸说呢 我辅导他 准备今年考大学 我这大伯心里就 就开始犯嘀咕了 那你要是调回来 万一今年没有高考 那不就要下乡了吗 因为你没把这个牡南江市的工作给辞掉了 我爸说我相当确信 后来我大伯说 我这辈子就想念书没念成 我女儿呀 能念成书这个读 我就读了 即使读书了也认了 所以他就把我这个二姐呢 给叫回来 叫回来呢 这期以后就是我和我二姐 两个人被我爸我辅导 嗯 辅导我们的物理 数学 化学 结果呢 最后宣布了以后 这十月份宣布 十二月高好嘛 嗯 我们全线就考上两个重点大学 一个是我 考上科大的 还有是我唐姐 考上哈工大 全线就两个 你的唐姐考上哈工大 比你考上少年半还要重要 因为 是不是 后来我爸就说起来 说这个 你知道当年中学 我唐姐在中学毕业是优秀学生毕业的 他说你知道这个优秀学生毕业是什么水平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唐姐刚来的 刚回来的时候 四则运算 加减成读 他掰不清 掰不清楚哪个前段 在后边 这就是中学的 中学毕业的优等生的水平 这里边的后边还有一些乐子 还有一些乐子就说到我这个 到了这个真宣布了 高考真宣布了 我那个时候高中课程已经全部学完了 毕竟按照我爸的说法 我的成绩比我唐姐的成绩更好 所以呢 这个我爸就想了 那你也考吧 那77年高考和后边的高考不一样 77年高考要照顾文革期间的老三届 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捞到这个高考的机会 所以在77年高考 不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有资格参加高考 必须要选拔 中学里选拔一次 县里再选拔一次 通过的才允许参加高考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说 我就想去报考 人家说你是初二的学生 高中的毕业生都不允许 不一定的这个闹到高考 你怎么初二的去高考 不可能的 不允许 然后我爸就急了 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给方毕写了一封信 专门给方毕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还真就收到 方毕还真就收到了 感觉最巧的是什么 是在宁波那封信 推荐宁波那封信 后两个星期 方毕收到了我爸的信 所以方毕这时候就想起来 就把这两封信转到了核打 说连续收到这么几封 推荐孩子 13岁的孩子的信 你们是不是下去调查一下 然后呢 我爸的信写的呢 很简单的 就是不要求特殊照 只要求你允许我儿子参加高考 考上了就考上 考不上就去不下 所以呢 这个科学院直接打电话 给这个摩登江教育厅 就告诉你们 告诉林口县 允许李建盲参加高考 教育厅 他是摩登江教育局 对 摩登江教育局 就是 允许李建盲参加高考 然后这个摩登江教育局 又打电话给这个 林口先教育课 我这就会对特批 但是呢 就按照选拔程序 这么一级级上来 不是一下就直接去参加高考 所以第一个选拔呢 就是我们三中的选拔 那个考试可笑死人 高中组 全部在一个校考察 我呢 是单独一个人 由单独一个老师兼考 只考一门就考数学 考完了以后 我那个老师很快就给我判出来82分 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因为以前我爸爸给我考那些文革前的这个考试 我从来都是99分100分的 从来没考过到时候90分以下 结果跑了82分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因为考试有点紧张 孩子嘛 有点紧张就把几个题看错了 结果我那物理老师跑过来拍过 我说先忙 别难过了 你知道高中组第一名多少分吗 我说不知道 28分 我是82分 那高中组第一名是28分 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考 通过了三中的考试 然后接下来又是颖口县的考试 选拔赛 我又通过 然后呢 再下来就是科大又来专门派了两个教授 也不是叫教授了 那时候叫教师 他们也不是教授 专门派了两个教师 跑到县里来测试我 然后专门派来 专门派来 就那个那次也是有意思 两个在县招待所里面考我 两个老师来 拿了科大的考题 那科大的考题才损的 我最后只得了60分 我说我怎么这么多 我看着东西像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答 提问那两个老师笑 他说建坊你要得60分 我就相当不错了 我们指望你得二三十分就不错 你居然得到了60分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这是数论 你根本就没学过 他给我那个数研考题是数论 数论方面的考题 我那时候哪学过那个 但是也呼噜呼噜 也混了个60分 然后后来的某南江 你看的那个 那个某南江日报的报纸 那个来记者来的同一天 某南江教育局也来人考我 所以这是就出起来 就考了四次 接下来呢就是高考 高考之前考了四次 对 高考那时候呢 柯大就已经来了信了 说这个李建盟的成绩 我们只看数理化 不看一分政治 只要他数理化及格了 我们就要 你们就领口线就不用管了 所以呢那时候 到底得多二分 因为我这个档案都没封呢 他们说都根本就没封 直接就寄往柯大 只是在这个过某南江的时候 他们把那卷子抽出来以后 给打了个分 因为那个分不需要他们打 因为柯大自己打的 但是他们给打了个分 77年高考物理化学是一张卷 100分 我得了个77分 数学是100分 我得了个82分 又得了个82 然后这个 不是 83分 原来数理化平均80分 远超过这个柯大的那个60分线 所以就 就这么录取了 这个录取了以后 你当时是不是 就是你也觉得很正常 还是在当地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卫星呢 我记得早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被抓呀 就是在中国的网线办的一个部网线人 对吧 他叫彭 彭日是彭什么 北大的嘛 后来都到北大嘛 他就每一次跑到一个地方都吹牛 我在我心里面高考考上了北大 所以在当地是放了一颗卫星 每一次都很得意 但是这颗卫星现在到了监狱里面去了 我当时在牡丹江地区的名气 估计是达到他那个样子 牡丹江日报 我给你那个是一张照片 是一张报道 牡丹江报道了好几次 追踪报道我 所以在牡丹江地区呢 已经是 因为高考 你想想 77年高考本来就是爆炸性的新闻 对 十年了 十年没有高考 突然立下高考了 本来就是已经社会中 就是一个爆炸新闻 再加上又13岁的孩子又考上去 人家整个社会就就就就翻锅了 所以林口县就感觉自己特别荣耀 不光是我感觉 他们自己都感觉自己荣耀 我现在他们 我上大学那年已经写入这个林口县陷阱了 那你当时候是不是一种膨胀的感觉 轻飘飘的感觉 还是你突然之间 因为你以前的所有的认知 你社会的所有的关系都局限于在当地吗 对 膨胀倒没感觉 倒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参加 允许我参加高考了以后 我就有一种特别 强的一个信心 这个信心 我肯定能考上 我跟我那发小说 我说考其他大学 因为我知道了科大的这个底线了 科大的底线 只要数理化了60分就可以 我说我考北大清华可能考不上 考科大绝对考上 我怎么考 我也考个平均60分总应该能得到 所以那时候已经 以你的程度 北大清华一点问题都没有 难说因为北大清华的话 它是正常招生要看语文数学 看那个语文政治 你语文政治 我的语文政治不行啊 这个语文政治 那些你还不记不记得 那个考语 那个考语也很简单吗 很简单 但是呢 我因为 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直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语文只学到了主语 连卫语我都没学 初二嘛 初二的读到一半嘛 所以到了这个大学以后 这英文老师讲主卫兵 我的脑子就蒙圈了 什么叫什么是卫兵呢 什么是卫语什么是卑语啊 定语啊什么这全都糊涂糊涂了 所以那些语文我根本就没有 我语文的水平 上大上大上大就是初二的水平 那你当然了 这些消息 这些媒体都在采访你 或者是还有当地的领导到你们家里来都看望你 你爸爸是不是膨胀了吗 他有什么感觉 我爸爸倒是利用了一把 哎呀呀好 怎么利用了这把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爸爸后来是大学教授吗 对 他怎么去的大学呢 他利用我上大学的同一年 他就想我本来是应该大学教授的 我不应该在中学教授 所以他就跑到这个省委 那不是要落实政策吗 对一些右派 过去的右派被打击 右派落实政策吗 他就跑到省委书记家门口去 人家那个警卫呢 就刚才说是省委书记不在家 那我就坐着等了 等着省委书记回来 这个省委书记车回来以后 他上去就拦住了 说我先报个名吧 我叫李景华 我是李建盲他爸 省委书记一听 你是李建盲的爸爸 那赶紧屋里进 屋里坐 我爸就这么利用了一把 然后上进去来就说 我要回到吉林省去 要回到吉林省去 长春去 他那不行 那陈委书记那是陈雷 陈雷老给你 对 陈雷说那不行那不行 我们黑龙江缺人呢 说我老婆就是这个教育厅厅长 你跟我老婆谈嘛 你到底去哪个学校 你不能出这省 这个是省里边这个 这个所有大学随便你挑 但是你不能出黑龙江 要么去航空大 我爸说航空大是个工科学校 我是学理科的 所以他对不上号 那你去商学院 那个地方生活好 我爸说我又来不是图生活的 那你就去黑大 黑大是个综合性大学 你去那儿吧 我爸就说那行 去黑大 就去了黑龙江大学 这是我爸利用我一把 不然的话省委书记 怎么会见的 随便堵在人家门口 你就要见省委书记 他最后上来就报名 我是李家王的父亲 那这个是你在心理上 可以优势一把 跟老爷子讲一把 你怎么进去海大的 但是这么说我父亲 这个人他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到现在的历史记录 都是他保持的 五年下来全五分毕业 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爸 这里边一个插曲 这个也挺逗的 一个一段故事 这讲是过去的 这个中国农村的事 我爸爸 是在吉林省高中的尖子学生 吉林省高中的 相当于吉林省第一号的 这个中典中学了 所以我爸爸的老师 就跟我爸爸说呢 说中国的大学随便你减 你指哪个大学 你考上哪个大学 但我爸呢就特别狂 五项大学这个报资源 他报的五个是同一样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物理系 我就问我爸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 相中吉林大学物理系 他说吉林大学的物理系啊 都是俄国的教授 他的师职水平要超过北大和清华 当年的吉林大学的物理系 都是俄国教授 所以他就指报这个吉林大学物理系 但是呢为什么没考上呢 他一直不知道 这个事到了22年以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 才把那段历史给翻了出来 这个故事怎么讲呢 就有一天呢 我爸在进去学校里 同事啊 一个是朝鲜的 显著的金老师 跟我爸说 说老李啊 你们家的党案有问题吗 我爸说没问题啊 我们家就我一右派 其他的我爸是农民 我就哥哥是这个朝鲜家 找他回来的 没问题 没什么说什么 第二天那个金老师又来说 老李你真的认为没问题 我爸说老金什么意思 你的心里有什么 你跟我直说了吧 他说你赶紧到教育课去看看吧 他们在往健盲的档案上抄呢 说你爸我在长春东当过警察 我一买的时候当过警察 哎呦 我爸就赶紧往这个林口仙跑 靠这个教育课跑 林口仙的教育课的科长 跟我爸是关系很好 他就问了那姓宋 老宋 有没有人 是不是有人说 我爹当过警察 宋科长说这是党案 党内的几率是不允许泄露的 我不能够告诉你里面写的事 但是你说呢 基本对 我爸说 那我也不问内容 这个举报的人是不是叫曹佩谦 这个科长点点头 我爸说那是陷害 然后这个宋科长说 老李你真的确信这是陷害 我爸说 说我爹过去是干什么 我能不知道吗 那绝对是陷害 结果这个科长呢 就把这个倒到林口县县委 林口县县委一听这事急了 因为这李建盲是他们县的荣耀 你这个爷爷当过 围满警察总是不光彩的事 所以那这事得立即调查 这林口县就派出了调查主 三十晚上赶到了我们原来老家的那个村里边 那村里那个姓曹的呢叫曹北仙 我们村里的外号呢叫曹巴拉子 这东北话曹巴拉子你知道吧 就半个吧 所谓曹巴拉子呢 就是给人家打工的时候 人家不付他整工钱 只给他付他半工钱 所以大家都管这叫曹巴拉子 全村里边 全村里边只有他一个人是雇农 所以我对雇农的概念就是 村里边的地皮无赖 吃喝嫖赌的地皮无赖 他就是这个 他完全是个农民 雇农 没有一点土地 他老父辈的土地 让他全都给卖了 吃喝嫖赌 结果呢 这个调查组织去了 他是我们现在那个村里的书记 党书记 调查组织去了就问他 说 这个李玉书 我爷爷的名字 李玉书在长春东 为满时候在长春东当过警察 有这事没 那个曹巴拉 那是这种事 李玉书呢 可是我们这乡里边 这个教私塾的 给行医的 教书的 这大家都知道 怎么可能去跑到长春东 当警察去了 结果调查组 那你为什么说 人家在长春东当警察呀 这个曹北先立刻就跑 我从来没说过 我从来没说过这事 这个毛里对我可好了 因为村里人都瞧不起 只有我爷爷 吃不茶 给他点酒喝 陪他聊聊天啊 什么的 我爷爷是个乡里的一个绅士 就等于不虐待任何人 所以只有我爷爷陪他 是比较尊重他 所以他也记得 他说只有老李对我好 在村里边 他说那你有图章吗 把他那做这图章拿 拿出来一看 这是你的图章 一看啥呀 想起来 那你为什么做这个伪证 他说因为老李他弟弟打过我 我二爷 是我爷爷的弟弟 我二爷在雇佣这个曹北先 在家里干活的时候 是小偷东西 我把我二爷抓到了以后 给他一大光 为了这么个事 他在我爸档案里插了这么一条 欺负在围满石长春东当警察 就这一条跟在我爸里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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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中 秘密跟在我爸档案中 跟了22年 我爸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他实际上已经被吉林大学录取 但是呢 吉林大学准备把他派到 派到俄国去 因为他成绩特别好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不是有这个俄国的外派生吗 如果他不是准备把他派到俄国 也就没事 但那个时候派往俄国的 必须要进行政治审查 所以他们就把一通信寄到了 我们的村里 就对郑审他说 这个人背景是什么 他爷爷他爸爸他爷爷都是什么人 结果我们的村里的书记 就插进去这么一条 一下就把我爸这个给害了 后来说我爸当右派 估计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 这是这个插曲吧 但是这个 你也可以反映就是 因为我们这些 小时候所受的这个教育啊 老是认为农民好 老是认为工人好 老是认为这个社会底层好 我也相信了很长时间 几岁的时候 到了十岁岁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周围的一些 所谓的农民或者是工人 这是城市居民了 你老是觉得 总是有一些缺点和问题 我当时误以为是 是我周围碰到的坏人 社会的底层的问题 其实一样的存在 是不是 而且更加恶劣 越往底层 更越恶劣 这是任何社会的规律 所以我在我的一些观念 政治观点里 我是坚决反对那种 翻大饼式的革命 任何的社会 不管它多不合理 上层永远是上层 智慧也好 智商也好 各种水平也好 它远远比下层要高得多 所以这个农村里边 即使你比如说农村里 农村里什么样的人 才配当绅士 不是说你有一帮的 这个打手 一帮流氓 你就可以当绅士 不是那样的 农村里的绅士 必须会讲道理 因为乡里乡村 乡亲的 需要你去给撮合矛盾 这家和那家发生矛盾了 你坐在中间 给评个礼 这样的人才配当乡生 所以呢我爸就说 哪有那种恶霸地主 农民都朴实得很 你对他不好 拿了厨头就找你脑袋 他可不管你什么恶霸 不恶霸 所以呢这个底层农民 这个共产党 这个 这次革命的之后 就是他把最底层 最垃圾的人口 翻到了最上层 所以造成了很恶劣的现象 把原来的上层 打到打入底层 把最底层的 那农村里就是 什么是最底层的 雇农吗 雇农算最底层的 其次是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他把雇农 我们村里就一个雇农 结果他变成书记 变成共产党的书记 那就是一个臭无赖 你可以想在东北 这种地方 这个地多人少 那没有土地呢 只能是无赖 懒 什么也不愿意干 只有这种人 才能成为雇农 实际上是你的生活的经历 引起来 你后来的很多的 对政治的一些看法 对吧 对 很多的东西就是说 不是从课本上学来的 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很多东西就是生活实实在在的 你比方说 就说起来 有时候对日军的一些看法 我说我不用去 读报纸上那些东西 这个731部队确实有 确实更恶 这个普通老百姓也看不见他 我说普通老百姓 能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村边上 那个日军的一个团队 是很客气的 说这个日军的团队 那个司令官 他是个大学生 我们的村里唯一念过书 就是我爷爷 所以他老是来找我爷爷 两个人干什么呢 比聊 拿比说话 那个日本人日本军官就写汉字 然后呢我爸说 我爷爷说他很吃惊啊 说这个日本军官告诉我 说日本要完了 我爷爷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认为日本要完了 他说你看看我这样的人 都上了战场了 那就表示已经完了 说我们在前期 我这样大学毕业生学理科的 大学毕业生是不上战场 等我这样上战场 已经说明我们已经没冰原了 所以我爷爷那时候 这个乡里的老乡的时候 说日本要完了 说你怎么知道 那日本军官告诉我了 就日本要完了 然后呢 你爷爷什么要跟你讲这些故事啊 这是我爷爷跟我讲的故事呢 已经是我已经都上大学以后了 那你爷爷这个人 对你考上大学 他老爷子是不是 老爷爷老爷子 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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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不光是这个 一个是我考上大学的高兴 再一个的话 我爷爷属于那种特传统的 这孙子和孙女对他来说 完全不一样 我大伯 你想 我大伯四个孩子 三个四个女儿 我爸是老二 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老三那边有一个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所以他等于是两个孙女 我是大孙女 那个小孙女呢 比我小十二岁 所以他对我来说 他对我呢 我是 每次我爸带我回家 回家看我爷爷 就我爸要回家看我爷爷 不带我的话 我爸 我爷爷立马就把我爸给撵出来 回去 先忙了 一个人来干嘛 所以我在我爷爷心中 是非常非常 那个重要的一个地位 你不觉得这不正常吗 还是你觉得很得意 这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作为孩子来说 得到老人的关爱的话 总是 因为我爸属于特别严厉 我小时候经常爱打 所以呢 你有我爷爷在身边 我就起码不爱打了 所以老叛人都到我爷爷身边 起码我就起码不受皮肉之苦 那打孩子 现在的关键 你觉得你爸爸打你 你现在恨他 还是觉得 老爷子那个时候打我 还是应该的 我特别能理解 我特别能理解 整个在文革期间 或者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属于那种 怎么说呢 想考研究生 又不允许他报考 觉得这一辈子 被毁掉那种人 所以呢 他对我的要求比较严 就是总是希望 我能做出点什么 做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来证明他自己 对吧 实际上就是一个延续 他觉得就 我应该把他没干过的 干完的事 干完了 这是一种比较 比较传统的方式 对 那另一方面 我就说呢 如果我的个性来说 如果我爹 不那么揍我的话 我估计可能 真就进监狱了 我给你学一个 你学一段故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反世道尊严还记得不 对 反世道尊严 黄帅的时候 闹黄帅的时候 记得吧 对 对 我在那时候 也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 就说这个老师 就批评老师 怎么怎么的 这个世道尊严 什么之类的 反正给老师 给扣了一大堆帽子 然后校长和这个老师 就来家访 晚上就来家访 我已经进了被窝了 钻被窝了 这老师弄完了以后 我就一看我爸那脸 就完蛋了 最后那校长还使坏 临走的时候还说 老李啊 不能大孩子 我爸 出去了 等我爸从屋外面回来 手里拎着五个六条 五个六条 我能够装备窝了 光是屁股的 从备窝里 赶紧的 乖乖的出来 五个六条 全都抽断 然后呢 就联系两天没上班呢 后边已经抽成板马了 打成了板马一样 然后后来呢 我知道为什么我爹 那么大的火 我爸爹的那个好朋友 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告诉 说建盲啊 你想当造反派 你爹在中学里 刚刚打过一个造反派 后来等我老 等我20多岁的以后 问我爸是怎么回事 在中学里有一个红卫兵 跑到这个中学教员室 去胡闹 反正就是骂骂咧咧的 我爸那时候也年轻了 四十来岁 就仰了一声 说是谁呀 在这老师在备课呢 你这是胡家蛮缠的 结果那红卫兵就进来了 指着我爸鼻子冒 我爸就火了 一把就把 一条桌子团给拽下来 对着那个胡闹兵的脸上 啪就一棍子打他脸上 那个胡闹兵转了就跑 我爸在后边追 真是热道了 我爸在后边跑 胡闹兵在前边跑 我爸在后边追 我爸又跑得快 我爸是大学的白米冠军 就把那学生打出去 打完了以后 当天晚上 他不是在农村吗 当天晚上 他跑到人家里去了 那家里那个孩子 那个胡闹兵的家里农民 坐在农民的炕头 你儿子不是东西 我帮你打了 说你应该跟我道歉 你儿子混蛋 这个农民呢 农村里农民就有这点好 他一般讲直理 并且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 都比较尊重老师 不像这个大城市里边 可能就没那么 乡村里的话 还有这一点土气 就是老师还是应该尊重的 老师还是讲道理的 所以农民就 就真道歉了 真道歉了以后 这个公社的书记 怎么就不干了 说这个右派 又太反动了 他太嚣张了 打拼下中农子弟 还是个胡卫兵 我爸在说 那怎么办 你过来把老李的脖子揪了去 老李不在乎 所以我爸在说 脾气搞得 连公社的书记都有了 怕 他脾气很大 他脾气很大 你父亲的脾气 跟你爷爷的脾气 你比较过没有 我爷爷脾气也相当的大 据我父亲说 出过一次事 就是违满的时候 他为了给乡亲们 去讲理 到警察局去讲理 跟这个满洲国那个镇上的 警察 警察局长俩 而呛起来 警察局长当时一把枪拔出来 说我爷爷他妈本来那喝茶呢 他不在那块 你看他把枪拿去插着 啪就插着 就甩在那人脸上去 也说你看他妈也是脾气够爆 对方把枪都拔出来 还不服软的那种 这个你觉得这些性格影响到你吗 你觉得自己的脾气大吗 我脾气大 我脾气大 我跟你说 小杰说 老师说我进监狱有可能吗 实际上是发生两起事 一起事呢 是我把一个同学差点打死 小学三年级一个同学差点给打死 就是 细节不就不去说了 就说 我一 一般情况不惹事 甚至呢 让一部分 但是让到一定程度的话 火气一旦爆发的话 那就完全失控了 最后那些同学都说嘛 说你眼睛都带着血丝都 看着吓人了 那个时候 实际上我就出 我总之说呢 就是出一种失控状态 所以那个呢 当时 我在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 那时候 我们可以说 在塔哈尔公社的中心小学吗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已经成为了学校的一半 就是五年级的学生 两个学生 晚上来接我 就让我把两个五年级学生 都给打死 所以那时候小学生 我已经成为这个 整个小学的一半 因为那小学 小学也是这样 跟那小学 那个特别是农村里边 你要厉害的话 聚在你身边的人 越来越多 二三十个都恨得 都来给你当打手 所以农村厉害 就这么个习惯 你要是真厉害 别人就围着你 这个呢 跟我爸有点关系 我爸怎么教育我 他就 他说 你要出去惹事 我揍 你要别人把你打 别人欺负你 把你打了 你回来跟我哭 我还揍你 别人欺负你怎么办 你就给我打回去 你把对方打坏了 我去给治病去 因为我爸右派 他怕别人 因为他的右派欺负我 所以他告诉你 你打完了 别人打了 你不允许 不允许 当着我们要哭 当着我们要哭 我中了 这个 你的小时候 你的这个爷爷 你的父亲的基因 已经在你这边留下来了 但是这边留下来 在黑龙江可以爆发 那你到了安徽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 你后来爆发了吗 我现在 你不要给我答案 那么下一节节目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一些故事 科大怎么回事 小平同志 对吧 当时对你的少年班 还有特别的批识 你知道吗 批识 说是有 但我没见过 邓小平同志说 要少年班是个好事情 要班下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当年不书记 安徽生书记不是万里 我到万里家去玩过一次桥牌 到他们家跟他打 玩过一次桥牌 他许诺过我们 说让邓小平跟我们见 他说我跟万里 万里自己吹牛逼 说我跟邓小平是铁哥们的 中南海里边最铁的 邓小平最铁的 只能是我了 你跟万里 打过桥牌 我没打 我不会打桥牌 但是他邀请了 四个少年班的孩子 到他的那个宾馆去 加上少年班老师 这个少年班老师和宁伯 他们俩会打桥牌 就万里和他的秘书 两个人 这四个人打打 我们边上看热闹 我在边上看热闹 看一晚上 老爷子很可惜了 如果万里能够当上总理 而不是当人大委员长 那么这个可能情况不一样 但是后来他就是当那个人大委员长 没有真正实现他的一些想法 这么说 对邓小平来说的话 万里确实是他最信任的 他们俩确实是 一直是老哥们 铁哥们俩 用万里说的话 他们俩 邓小平和万里是桥牌大大 说号称打遍中南海 无对手 他们俩一直是桥牌大大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特别近 所以你看六四呢 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下去了 万里被他保起来 万里是等于是 加拿大的时候讲过一些 实际上六四他说的最激烈 他发表的言论是最激烈的 但是他没出什么事 所以这方面肯定就是邓小平单独保护 我一个朋友就在万里的欢迎议会上 他是弹钢琴 一个知名的音乐家 他弹的是马上曲 然后这个皇家奇景发现有问题了 走过来的时候他说 八米里鹏 回国八米里鹏 那是在加拿大震动一时的事情 今天我们又是快一个小时了 所以更多的精彩的故事 更多取得的故事 有没有在中国科技大学 老师下来了 还是脾气上来了 我们要看下一集李静芒先生跟我们试试故事了 如果对李静芒先生讲的一些故事 有任何不试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提出纠正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 看李静芒先生的眼睛 好像讲的是真的 尤其是 最佳记忆 最佳记忆 但是记忆不能说保证百分之百 但是现在在我脑子里边最佳记忆 不会骗大家 不会骗大家 我开玩笑 在之前我就问过李静芒先生 我就问的非常简单 我问你哪个学校 他是长城六中 弄了半天我就查了长城六中的这个背景和资料 就是刚刚上节目之前 而且你长得六中没有关系 只是你妈妈在那当老师 那你妈妈的故事 我希望在未来的这个节目中间 我也能够可能会问这些问题 好吗 好好好 谢谢谢谢 你随便问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我绝不会被冒犯 但顶多呢 我说我不回答 或者说我忘了 OK 你还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吧 今天呗 今天的问题都能回答 对 因为这些问题啊 我们也许对今天来讲 很多朋友都是很正常的人生经历 或者有一些人跟你有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历程 但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通过我这种 直接请你回答的问题 不像一个记者文字啊 或者是改编啊等等 我们是直接的把这个档案留下来 那么也许几百年以后人家可以发现 哇 你们那一代人还真经历过这些事情 也许可以做一些研究的材料 也许吧 是不是 留下来就好 留下来就好 所以我需要的是细节 需要的是细节 OK 谢谢 这一次感谢 我们回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